火星大冲火星最接近地球和月全时两种天文现象 今次的火星大冲是2003年以来最明亮 而今次的月全时则是2000年以来最长 不过天文台赞料当晚和一日均大致多云 有几阵骤雨或有爱观赏 所谓火星冲是指地球运行至火星和太阳之间 而三者刚巧连成一直线的天文现象 若火星此时又运行至最接近太阳的一段轨道 则称为火星大冲 此刻火星也最接近地球 虽然今次火星大冲时位于香港地平线以下 但前后多个晚上火星从地球上看 仍有如一颗份外明亮的橙红色光点 在夜空的亮度仅次于月亮和金星 而在火星大冲的一日凌晨 市民获看到今年第二次月全时 由凌晨1时13分开始 至于细肉的全时阶段 历时1小时44分钟 是自2000年以来最长的月全时 直至清晨60月落前 本港大部分面向西南方无障碍物的地方 都有机会观赏到 市民除可到户外观赏 现时亦可登陆由天文台、太空馆、可观自然教育中心 即天文馆 保粮局严保龄书院及香港盛工会 太阳馆度假银河办的网上直播 安座室内观赏